這會叫做沒有無德啦 還要炒端啦 要炒端 人家跟你徵詢說你能夠選舉嗎 你想 如果有人問我 要去哪裡選舉 要選舉 我也不敢講啊 我就不去選嘛 叫我去金門選舉 去媽祖選 我就不去選嘛 我剛才司機跟人家說 我跟你說 那天一天有人找我 叫我去選金門 喜之之 你不要炒端嘛 第二 你要講的一個事情是說 其實以前民進黨也叫你不錯 那你就說清楚啊 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的目的就是說 其實你是本土藍嘛 那我請問你 你什麼時候忽然間變成中國藍嘛 你那個轉變的時間 你要跟大家講啊 阿扁啊 阿扁啊去管理事件 在保外交易的時候 後來你就去看他啊 你又麻煩麻煩的啊 那時候你就會跟大家說 其實阿扁啊對我不錯啦 阿扁啊我對阿扁啊不錯 都不錯啦 那不錯 你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啊 你說這句話 意思就是說 所以本土藍的要打我給他 沒有人懷疑你的出信 沒有人懷疑你什麼本土藍 這沒有人懷疑 問題你現在的行為 都跑去中國藍啊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呢 最近啊 大家都說了 奇怪啊 國民黨好像派出的是趙少康出來選耶 這個副手呢 這個戰狼 好像感覺起來比侯友宜來得有強喔 那侯友宜是被架空了嗎 我們請教一下川哥喔 因為現在趙少康坦言了 自己是把副總統當成總統來選 侯友宜也願意把總統權責讓給趙少康來參與 哇 很多人說很不錯耶 買一送一啊 但是會不會出現有什麼問題啊 還是趙少康是想要創位嗎 趙少康前幾天講出他心裡話 說我現在跟侯友宜出現啊 我都走在他的後面 親裡講出這個話 代表什麼 沒辦法 你現在做總統好選人 我做副總統 只要你嚇頭前啦 然後呢 接下來他又跟人家講說 我跟你講啦 副總統要當做總統來選 雙頭馬車 雙頭馬車就是一個往東邊一個往西邊 然後他拉得比較用力 侯友宜知道 背罪著他 跟著他被拉走 沒有人這樣嘛 你選副總統這麼高的 所以如果台灣人說是高的啦 就是說 人家真的講 你對著講就好 真的講不對 你也要對上去 什麼 現在都換你先講 你講講的換 侯友宜講 這樣不通 第三 憲政體制 副總統就是沒什麼意思嘛 副總統是什麼 總統要開火 叫副總統來 副總統就來 沒有統領副總統 副總統連你圍都沒有啦 憲政的運作是這樣嘛 所以我們聽說副總統就是沒有聲音的副總統 好像最有名叫做李源處嘛 所以有時候也不記得副總統是什麼人 因為副總統本來就不該站到前面 他記得說 侯友宜答應我 跟我說 國防 兩岸 外交都會問我 甚至經濟也會問我 難道這是你們的條件嗎 你說 你出來選副總統 你的條件 是這樣嗎 他最近這兩天又在講說 副總統也要辯論喔 你們另外那兩個不能走喔 什麼意思啊 總統要不要辯論現在都還沒講好 當時要辯論電視台第一間 都還不知道 什麼現在你已經在說什麼副總統 然後那一天說他不辭總管董事長對不對 然後怎麼辭那個政論節目的主持人 馬上安排他去當政論節目的來賓 叫侯友宜坐中派一個主持人 他自己也比雙主持人 兩個人這次問侯友宜 侯友宜說不出來 他扶這個講 他扶這個幫侯友宜說 然後他就變來賓了 沒有人這樣耶 你是副總統候選人 你不是總統候選人 他只要carry一個保母上去啊 不是啊這樣就是 侯友宜已經被人家講成說 如果當時為什麼要柯侯佩 侯柯佩就是柯文大老公圍 侯友宜跟韓滿公圍 所以侯友宜現在很可憐的說 各位記得侯友宜提過的政策 當時有一個被讚賞的學生 80歲以上沒有巴士亮表嘛 這個就是很基層的聲音 結果現在定期之後 唯一出現比較大的政策 什麼中國學生要來台灣留學 讀書就業嘛 然後大量開放中國的觀光課嘛 然後增加什麼兩岸直航的 什麼口岸 機場 港口什麼 又跑到那一邊去了 那這顯然就是趙燒康主導的政策嘛 侯友宜因為他還沒有 所以現在侯友宜變成也蠻可憐的 趙燒康這樣拖著說說說 難怪韓國瑜會說 侯友宜眼睛就眼睛 嘴巴就嘴巴 鼻子就是鼻子 這個人才 這個人才 這是什麼人才啦 我們很多人這裡大家都一樣嘛 你要看我的眼睛雖然小一點 但是也是有眼睛啊對不對 你也是人才 對我也是人才 不是啊就是說 大家都把侯友宜當成是一個 我看他好像是一個笑話 然後他也沒什麼 侯友也沒什麼要講話 然後就讓趙燒康主導這場選舉 趙燒康很像侯伴的發言人 總幹事 然後又很像主任委員 然後又是副總統 又好像是總統候選人 我很擔心趙燒康會要求總統候選人 辯論的時候副總統可以坐在後面 唯一每一個人都可以帶一個來地址條的 我很擔心趙燒康會做這個要求 不要被我說中 趙燒康你當副總統就當副總統候選人 人總統在辯論的時候 你就乖乖地坐樓 坐下面就好 不要在那邊亂舉手 亂地址條 做你該做的事情 好 所以請教益川哥 那侯友講這句話 是要墊高自己的高度嗎 綠的來招 我選哪裡哪裡 我不要呢 還是要抿除森蘭的疑慮 就覺得說 喔 博取森蘭的認同喔 這種叫做沒有武德 還要抄斷 要抄斷 人家跟你徵訓說 你可以選舉嗎 你想 如果有人問我說 要去哪裡選舉 要選舉 我也不會跟他說 因為我就沒有去選 叫我去金門選舉 去媽祖選 我就沒有去選 我跟司機跟他說 我告訴你 那天 那天有人找我 要叫我去選舉 問 喜之之 你不要臭大 第二 你要講的一個事情是說 其實以前民進黨也叫你不錯 那你就說清楚啊 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的目的就是說 其實你是本土蘭 好啦 那你是本土蘭 那我請問你 你什麼時候 忽然間變成中國蘭 你那個轉變的時間 你要跟大家講啊 阿扁 阿扁 阿扁你去管理事 可以保外就業的時候 豪洋的你就去看他啊 你又要幹嘛 那時候你還要跟人家說 喔 其實阿扁對我不錯啦 我對阿彬不錯 都不錯啦 不錯 你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你說這句話 意思就是說 所以本土人的要帶我給他 沒有人懷疑你的出身 沒有人懷疑你什麼本土人 這沒有人懷疑 問題你現在的行為 都跑去中國人 不然為什麼早早說一出現 你就在說中國公安科 說中國留學生 說中國來台灣就學就業 你為什麼不談 多談一些 叫台灣本土 叫台灣人有關的陣情 所以你操作這個 你是龍街審的節目裡面 意思就是說 其實他們都有叫我選 那是我沒有人 你不要忘了 你當時是一個警察 台灣民主國家警察叫軍人 就是不可以替任何政黨服務 大家都不要聽到什麼黨政軍 退出媒體也是這樣 你做警察你怎麼說 今天你去富士教你對你的政黨的人 做媒體 你說那叫我不敢當 我不去 不行啊 因為你是警察啊 所以你當時是警察 你不願意去參與政治 這個大家都覺得合理 可是你不要這個時候拿出來講說 其實那時候 什麼人來找我 叫我去哪裡選 去哪裡選 你搞的就不算嘛 不要這樣炒大招 炒大招只是讓人家覺得說 你什麼都不行 那我只會吹牛而已啦 哇哇哇 大家現在說 趙少康正來勢洶洶 但這個事實是朝著侯友宜來的嗎 好 包括要前進校園 現在連陳惠文都不客氣了 我們請到小芳姐 陳惠文說 你的成功就證明侯友宜失敗 失敗 大家立刻聯想到侯友宜在政黨那一場嘛 而且你看要貼近年輕人選票 這個畫面讓林鄉粉絲 年輕人這個不舒服耶 哇 生氣了 生氣了 對 王勇怒屁說 要挑戰年輕選票是0%嗎 不是啊 為什麼要貼這麼近 這張照片真的是很讓人生氣 尤其坐在我旁邊的這個王勇圈 是更加的生氣 人家喔 人家你到棒球場去看到林鄉 你坐在法鄉區 頂多是他的法鄉正正行來的 法鄉區的票都難買你知道嗎 我跟妳講 趙少康正在他的身後 那叫土氣如瀾 他都聞到了你氣不氣 而且前三局打完 到下半場七八九局 還要換到另外一邊去 你看現在鄭浩康正在林鄉的後面 這不只法鄉 他從第一局到九局 都在那邊耶 土氣如瀾都聞到了 你這樣氣不氣 我們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網路上面的朋友 你氣不氣 更奇怪的是 林鄉不是不參加政治活動嗎 他這是一個公益活動嘛 就中廣以前一起辦了 散播歡的散播愛嘛 那鄭浩康不是請假了嗎 他隨時可以恢復 他不是說他是新聞人物嗎 他隨時可以恢復 中廣董事長的身份 哪有這樣子我跳進去 我會跳出來 我跳進去 我會跳出來 可以這樣子嗎 所以你看他受訪的畫面 後面就是那個活動的畫面 更氣 對不對 王毅川講的是 最介意他自肥這件事情 就是說你參加那個活動 你是中廣原來就有的活動 因為這幾天你才變候選人嘛 但是你受訪 在談政治 在罵人的時候 你要離開那個背板啊 你要轉一個角度 不然就到外面受訪嘛 你怎麼可以在那種 那麼歡樂 就是那種很溫馨的 散播歡樂 散播愛的這種場合 然後旁邊又弄了一個 林鄉耶 你到底搞得清楚 林鄉是誰耶 然後你站在他的 你站在他的後面 那種角度 他還賣原衛衣耶 有沒有更氣 你現在血壓高了沒 不是 我跟你講 趙少康的這個舉動 一定惹怒像我們這種 LACUTEN的球 LACUTEN